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來真的很喜歡梳芙蛋 那個蛋黃坦在蛋白裡好像很舒服 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在家製作梳芙蛋呢 今天我們就做一個讚奇烏冬配梳芙蛋 現在馬上告訴你如何做 材料有讚奇烏冬、蔥、昆布醬油、味淋、雞蛋 究竟梳芙蛋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慢煮 即是慢煮 慢煮的好處是可以維持著比較低的溫度 然後在一個很穩定的低溫 也不是很低溫 其實這次我做的梳芙蛋是用了66度 其實慢煮的蛋是很有趣的 是一個很有趣的味道 很好玩和很好吃的東西 因為66度、67度、68度和65度 在這個範圍裡面 每一個溫度的蛋黃質感都是不同的 今天我就選擇了66度的蛋黃 蛋黃煮完出來 它的感覺就會好像蓮蓉一樣 煙煙韌韌韌的 但是蛋白就非常滑 好像半熟一樣 這個我覺得配讚奇烏冬是最適合的 首先現在我們就把這些雞蛋放進去 這個已經是66度的水溫那裡 好了 如果你家裡有慢煙的儀器 例如這些 或者整座的Souffier Station 那當然會很方便 因為它可以幫你控制著一個溫度 控制得很準確的 而且裡面的水是流動著 但是如果你沒有 那怎麼辦呢 那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要一些毅力 就是你自己插著溫度計在這裡 一路看著它 用一個慢火一路煮著它 看著它會不會 是不是在66度 因為Slow Coke來講 那個溫度的穩定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我首先把雞蛋放進去 那為什麼不這樣放進去呢 因為你學會難 下一步呢 然後我們就煮這個讚奇烏冬了 其實你看回包裝袋上面 它就會寫著煮這一種烏冬要多久了 那我買回來這一包呢 其實它就說煮七分鐘就可以 但是有時候就不要相信它 因為煮到五分鐘左右 我們就拿一條出來試試味 這樣才是最穩陣的 好 好 煮烏冬的同時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預備醬汁了 醬汁呢 就是這個昆布醬油 那其實昆布醬油 你可以用 其實它是鹽成一支的昆布醬油 我覺得它的味道已經很好 那你可以 如果鹽它很鹹的 你就可以混入一些水 如果你覺得OK的 那就是你自己的口味 那這個昆布醬油裡面 我們就加一點味醃 然後加一點味醬油 還有麻油的 還有麻油的 好了 跟著呢 就有這些蔥了 那我們呢 會了去營造 這個梳芙蛋的樣子 稍後我們就會嘗試用這個蔥去砌它的眼睛和它的屁口出來 但是這個蔥白色的地方是我自己最喜歡的部位 所以我自己煮麵的時候 我就會喜歡用多些蔥白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蔥白切成薄片 這個蔥白切成薄片 這個蔥白切成薄片 就是時候拿一條出來試一下 其實 已經可以了 因為你不會想蔥白切太軟 然後用極速把它倒起 把水都隔開 這個慢煮的蛋呢 其實就真是幾晚的 煮得 因為起碼要45分鐘以上 它才會成形的 那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這個蛋就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拿它出來的時候 就要把它浸到凍水那裏 幫它降溫 還有等待會兒 它的蛋白就不會太黏住 那個殼 烏冬呢 是要過冷河的 那就是令到 其實這個是一個冷烏冬來的 那我們把每一柱都放在碗裡 在這邊呢 品嘗呢 汁了 最後打蛋上去 然後把梳芙蛋的樣子 用這些蔥組裝進去 這樣這個讚奇烏冬的慢煮蛋就大功告成 這個蛋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試一下